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开创的音乐教学网络品牌至今已有四载 从中国美声领军人物 享誉世界的南高音歌唱家 转为一名音乐教学者 他的选择让人意外 相关质疑也从未间断 我们做了整整四年 做了几百堂课 大大小小的活动 做了几百场 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以为我们赚了多少钱 其实是净赔钱的 把我的演出费都赔钱 从小学习音乐的经历 使戴玉强对贫困家庭孩子 艰辛从艺之路 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 网络教学 实际上是为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孩子 提供改变命运的可能 学习音乐 这是个非常悖论的事情 往往家庭条件好的孩子 不用了 用功的孩子就没有经济条件 但是越这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 他有一定天赋 他正完美的学 然后才能够最后成为专业人士 对话说要我 等等 太多了点 戴玉强1963年生于河北一户农家 热爱唱歌的他边打工边学习 做过工人 干过苦力 即使这样艰苦的环境 戴玉强也没有放弃梦想 凭着自己的努力 考取了总政歌剧团 正是依靠如他所说的玩命的学 才能在每次命运之神敲门时 紧紧抓住机会 突然到就是北京第一部用原文演唱的意大利歌剧 有史以来 我也是信念的 那两套人弹掉 我都没唱 一个 所以学习组进入到这个剧组里边 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拍这部戏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1995年11月17号在世纪剧院 我当时也很紧张 一夜没睡着 管他呢 一咬牙一咬脚冲上去就唱 那天晚上后来媒体道导说是 如果谁不小心擦一根火柴 那剧院就完了 就着了 真的猛热 1998年 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会 戴玉强凭借一首《你是这样的人》 又大热了一把 直到2001年 《世界三大南高音》首次来华演出 戴玉强的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峰 他与世界著名南高音帕瓦罗蒂 结下师徒缘分 从此开启了走向世界舞台的旅程 那么到2001年 《三大南高音》来自己一场演出 《专歌剧院》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我们又选了中国三个南高音 然后这样的话就安排了一个环节 《专歌》那天晚上 唱完了在人们大会场 就把我们几个演员请了去 唱给大师听 大博作曲他体重很大 从来没有自己站起来 自己一扶那个演员就站起来 然后手举过头顶做个鼓掌 帕瓦罗蒂是享誉世界的美声大师 被人称为业界的试金石 有了点金胜手的助力 戴玉强很快在国际舞台脱颖而出 这颇有国乐与千里马意味的故事 至今被人津津乐道 歌剧在中国属于小众音乐圈 有较为固定的受众 表演者比较注重师徒传承 但是这样被轻点也实属少见 机缘成就了戴玉强 但背后更离不开他优越的嗓音条件 和不懈努力 那么你说意大利语 高难度的这种音乐的音准 节奏表现等等 这都得是 这一点点就啃 那都不是你的母语 你说都说不明白 但是你必须唱不明白 你要唱不明白 唱不明白那就不叫主意 来回来去的唱 一遍一遍地唱 无厌其烦地唱 唱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 一般而言 南高音的黄金期 在三十岁到五十岁 当戴玉强演唱假面舞会的时候 已经四十九岁 靠着惊人的毅力 三个月啃下了全部意大利语 完成了难度系数非常大的演唱 这不令很多外国演员碰都不敢碰的歌剧 戴玉强碰了 并又一次惊艳世界 依靠上家的表演 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后 戴玉强并没有留恋海外的掌声 而是把重心放到了中国歌剧舞台 野火春风斗谷城的杨晓东 青春之歌的俞永泽 西施的岳王勾剑 韵之河的隋杨帝 许多的中国艺术形象 在他的演绎下重新登上歌剧舞台 重新焕发艺术魅力 不管是科学的也好 还是艺术的也好 你不能原封不通 在一个中国的有些传统艺术 剑剧也好 对方戏剧也好 你都可以去结合 去结合 整个唱的更像一回事 让中国人接受 这是最主要的 让经典歌剧深入人心 是戴玉强一直的心愿 所以多年来他一直执着于舞台 歌剧演员是个非常悲催的职业 中国更多的观众 是通过电视收取过的 我是横跨两行 主要的是在舞台上 是演歌剧 但是演歌剧才能去多少人看呢 一场演出 两千人 三千人撑死了 现在有时候几百人 我这张脸比较大 出字幕比较合适 就拿我经常去 拿我这张脸去出字幕 所以大家比我比较熟悉 这么多年来 几十年来 百分之九十的精力 全放到舞台上 在知天命的年龄 出于步道音乐的内心呼唤 戴玉强决定创业 如他的成就 做教师本可以去高校 但是这一次 他偏偏选择了互联网 就是为了给更大范围的 爱乐人以机会 应该说从51岁开始 一老小伙他开始创业 那么争取再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在整个为国家 整个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如果咱能够添点砖 加点网 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再培养出一到两个 两到三个 像戴玉强那样的人 我也就心满意足 我只会写着孙子 你看就热 我在什么书法家 我是瞎画 而画得